大家好,我是周海妹 是不是因为周芷若才认识我的呢? 从拍摄到今天,快30年了 港星,最美周芷若,周海妹11日因疾病去世 工作室12日晚间才证实这个消息 不过从11日晚间起,有网友爆料周海妹逝世的消息 周海妹身边有人陆续辟谣,表示没听到消息 还有圈内人事澄清,缘由抢救回来,不过还在昏迷中 直到12日晚间10点,工作室证实周海妹促事噩耗 短短27小时就出现多个版本 一名网友11日加入微博上的周海妹超话 7点半到7点53分时发文 一代女性意外允落离世周海妹 有人发现周海妹爱犬,周六六的抖音账号 11日晚上6点更新了一段37秒的影片 让不少网友认为传闻应该不是事实 直呼让周海妹现身辟谣 随后,有网友连坡三篇微博 周海妹,12月11日 下午,57岁香港女演员周海妹 周海妹在北京顺一家中休息时出现意外 工作人员发现后,被紧急送到急诊抢救中心救治 经过数小时的抢救 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周海妹,大家不要相信周海妹离世的谣言 周海妹女士还在昏迷中 有生命体征,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抢救中 周海妹,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中国各媒体尝试联系周海妹的工作人员 却被挂断了电话 其他工作人员听到周海妹的名字后 也都以不同原因挂断了电话 第一个爆料周海妹过世的网友删除文章 微博用户名称也进行更改 大陆知名监制谈飞时二日凌晨在微博发文 写道,周海妹并未过世 请各界无以而传额 周海妹工作室发文 海妹结因病一致无效 于2023年12月11日离开了我们 愿天堂没有疾病 愿来生我们再相识 妈妈透过工作室发声 亲爱的海妹 希望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会继续快乐 家人以你为荣 周海妹除了外貌亮眼外 家世背景也是相当惊人 她曾透露自己拥有满清贵族真格格协同 为满清八大姓之一的瓜儿家世后裔 根据香港01报道 周海妹分享自己作为满清贵族后代的童年回忆 她表示自己与同龄的小孩生活并没有太大差别 但每逢过年回到家乡时 大人们皆会用满洲话沟通 自己则是一句也听不懂 周海妹的祖父曾是广州县令 负责同管清朝广东省级事务 在现代就好比是市长 因此从小家中一直保有满洲人的生活习惯 父亲对她的教导也是相当严格 我是03年确定来到北京定居的 回香港过年的时候比较少 后来从香港搬到北京工作 定居的她表示一开始也曾担心过自己会不习惯 但住下来后才发现很适应 甚至直言自己虽出身南方 但身上流着北方的血 而周海妹12日晚间证实因病逝世 享年57岁 好友田启文透露她长期受到红班信郎窗困扰 对此 有医师指出 红班信郎窗又被外界称为不死癌症 好发于15至45岁女性 提醒若出现三症状就要有所警觉 国泰综合医院风师免疫学科主治医师陈坤红表示 红班信郎窗号发于15至45岁的女性 陈坤红点名该疾病三个最典型的症状 包括掉头发 对子外线格外敏感 以及脸部出现红班 蝴蝶斑 另外 由于红班信郎窗也会对肾脏造成影响 因此提醒年轻女性若出现不明原因谁重 也应有所警觉尽快就医 现在我每年把一些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公益事业方面 并不是随便赚点钱 而是用兴趣选择 真正的参与一些长期的项目 用自己实际的行动和影响力去带动别人 没有等来的辉煌 只有奋得来的精彩 希望大家奋斗中开创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香港女星周海媚工作室12日晚间发出声明证实 周海媚于11日因病医治无效过世 享年57岁 愿天堂没有疾病 愿来生我们再相识 周海媚上次来台湾是2018年出席第53届电视金钟奖 一直被称为动灵女神的她 以一起学访爱新黑色洋装现身红毯 优雅气质依旧 肤质细致 身材依旧纤细 完全看不出当时已年过半百52岁 从车窗已经看到她的倩影跟风采 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的是周海媚 那么在1985年 她是以香港小姐出道跨足影视圈之后 也拍过许多快智人口的电视剧 可以说是影视歌三期的全方位艺人 而且网友都说她是最美的周芷若 近期是再次的出演倚天屠龙记 被网友大赞真的是史上最美最美的灭绝师太 很开心啊 也再次来到台湾 看到这么多台湾的朋友都很欢迎我 当时还与男星张轩瑞一同颁发新人奖 真实动靈模样现行 轩瑞啊 你知道吗 有很多女孩子不喜欢老是被叫姐姐 知道吗 把我叫老了知道吗 可是海媚姐 您知道现在流行姐弟练吗 姐姐的魅力现在很夯哦 有一个游戏叫做鼠肩膀 有听过吗 哦 鼠肩膀我真的不知道哎 怎么玩啊 我示范一次 一二三四 哎呦 吓我一跳哎 你太可爱了 从他进台湾开始 我就已经很开心很开心 而且充满了怀恋 然后有很多很多美食 可是这一次呢 我也很开心 金钟奖邀请我来当颁奖嘉宾 还有给我一个大帅哥站在旁边 典礼最后 还在乐团八三一主唱 阿普唱到压轴以天屠龙记歌曲时 身穿气质典雅的古装扮相登场同框 而他也与当年模样几乎没改变 爱也匆匆去也匆匆 恨不能降风 爱也匆匆恨也匆匆 彼此都随风 狂笑一声 唱开一声 爱后一声 悲哀一声 谁与我神似于懂 抗锡哦 인works你的梦 就是她 modelo 你可 mot motiv чтобыunity 到骏在哪儿可以 时 sec 摆建 浩世 Tor江湖vau倒前入梦 藏木下如浮浮游流入若决筹 進攻 她進攻 難逃免勇 兜天下兜不過 八卦亂充 一生 朝起 橋落 一醉 江湯泛湧 一世 趁我關口 一天出現 雨震風 來也匆匆 去也匆匆 恨本相逢 愛也匆匆 恨也匆匆 一切都隨風 狂叫一聲 張開一聲 快我一聲 悲哀一聲 卻與我生死與共 我看能當劫入夢空 做自己才是英雄 做自己才是英雄 對於訪台之型 她相當懷念滷味與小籠包 一定要自己排隊才好吃 而周海妹才排時就自爆 動靈並不是靠保養或飲食等方法 而是靠睡來的 周海妹也提到 想要不老就必須得跟上時代 沒有永遠青春美麗的 我也會老 多了幾個皱纹 我今年52了 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最重要是你怎麼去活 有沒有追上這個時代 跟時代一起進步 這幾年周海妹重新轉往大陸發展 曾為一線女星的她 20歲出演《倚天屠龍記》中周芷若一腳爆紅 成為她演藝生涯的代表作 並擁有最美周芷若稱號 之後移居大陸發展 25年後大陸再度翻拍一天 升格為滅絕師太 被封為不老女神